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很可能有液态学的存在 科学家不排除表面有大气层 而且温度和地球相当 具备生命存在的条件 证实外界谣言 地球的双胞胎真的找到了 欧洲南方天文台 宣布让全球振奋的消息 它是有附近的一种 所以你能站在 名为Proxima b 用宇宙的尺度来看 这颗内地行星就像在家门口 绕着最靠近太阳的恒星 碧灵星运转 距离地球4.2光年 大约40兆公里 未来改良太空船的推进能力 登陆地球2.0不是梦 未在可支持 液态水存在的氏居带 Proxima b是地球的1.3倍 如果有大气层 表面温度鉴于摄氏30到40度 但因为和母恒星距离近 一年等于地球的11天 寻找类地行星 经常是好莱坞科幻电影题材 如今发现条件可能超优的行星 可能催生相关太空计划 为探索外星生物 找寻人类殖民地向前迈进 张力德编译 美国国家太空总署NASA警告 一颗每六年 就会掠过地球一次的小行星被弩 可能会因为地球跟月球的引力 改变轨道 直接撞击地球 到时候将会造成 巨大的毁灭跟死亡 为了要更了解小行星被弩 NASA也派出了探测器前往探勘 并且预计在2023年返回地球 小行星撞地球的危机 真的要像电影《2012》的场景 真实上演了吗 一颗名叫贝努的小行星 直径510公尺 比埃菲尔铁塔跟帝国大厦 都还要大 每六年就会掠过地球一次 估计在120年之后 也就是2135年 会通过地球跟月球之间 可能会因为引力导致轨道改变 使得它在2175到2196年之间 撞击地球 撞击机率是27% 王岛员爆了200倍 相当于31吨的黄色炸药 可以造成7公里的陨石坑 还有瑞士规模7级的强症 足以造成毁灭性的灾害 解决方法是把贝努推离撞地轨道 NASA将会在9月发射探测器 Oziris Rex前往贝努 并且停留在表面一年采集 烟石样本收集各项数据 预计2023年返回地球 底下编译 美国NASA发布了火星的影像 好奇号在火星拍摄了360度的全景影像 当地荒凉的景色就像是一大片的沙漠 特别的是网友能够点选影片 转动画面 从不同的角度来观赏火星的景色 其实科学家一直都认为 火星上面有水 几乎等于有生命的存在 因此火星探索计划也加紧脚步 希望2030年能让人类踏上火星 跟着摄影镜头放眼望去 就像是一大片的沙漠 视线能左右移动 甚至上下摆动 各个角度都能360度探测 NASA发布火星最新影像 无人探测器好奇号 在火星上的全景画面 民众能自行操作 从不同角度观赏火星 火星的地层底下 也可能有一些液态水存在 那这样的话 或许火星在里面 也会有一些生物水流存到现在 科学家认为火星上油水 似乎代表着有生命的痕迹 近年来不少国家都积极探索火星 NASA也说未来将跟欧洲航空总署合作 筹备火星任务 2018年还会有登陆挺上火星 进行定点观测 2020年欧美更会部署探测车 大范围搜集 希望能在2030年 人类有办法上到火星 但想踏上火星 有绝对的困难度 科学家不停在探索的仪器上精进 但无人探测装置能做的有限 加上采样废时 资料可信度也会打折扣 想揭开宇宙的神秘面纱 只能多方尝试 力求在科学史上留下创新飞野 从火星回到地球 太空人最怀念什么呢 国际科学家团队结束了 长达一年的模拟火星居住实验 重返地球第一件事就是开心的 大吃新鲜的水果 六名科学家在过去一年当中 住进位在夏威夷的火星模拟舱 与世隔绝 三餐只能吃冷冻干燥食物 就连要离开模拟舱 他们都要穿上太空衣 每个细节都不放过 美国太空总署希望 2030年能把人类送上火星 经过一年的实验 人类登陆火星 越来越勇苦 离开家人朋友 在火星上生活是什么感受 来自美德法等国的六位科学家 去年进入位在夏威夷 茂纳罗亚火山的基地 展开长达一年模拟居住火星的生活 结束实验 科学家重返地球 第一件事便是大胆新鲜水果和披萨 因为这些都是在火星上吃不到的美味 这个由物理学家 天体生物学家和工程师 组成的实验团队 过去一年生活在93平方公尺的居住舱中 与世隔绝 舱体只有一扇小窗户 他们没有水源 但有太阳能电源维持生活所需 每餐只能吃加热的冷冻干燥食物 想和外界联系 通讯会刻意延迟20分钟 连到户外都要穿上厚重的太空衣 全面模拟火星生活 这是夏威夷太空探险模拟基地的第四次实验 也是历来时间最长的一次 美国太空总署将分析受试者的心理状态 作为未来人类上太空的参考 目标在2030年把人类送上火星 是林文编译 1969年阿波罗11号在人类第一次登上月球 开启了太空探索的时代 而阿波罗计划也是美国NASA史上最大的探月行动 不过有研究发现 参与阿波罗计划登月的太空人 七个人过世当中 有三个人都死于心脏或是心血管疾病 比率异常的高 也让人怀疑宇宙辐射线就是夺命的凶手 1969年阿波罗11号升空 人类第一次登陆月球 这历史性的一刻全球屏袭 隔年阿波罗13出航 不料去呈氧气罐爆炸 太空船损毁 三名太空人历劫归来 惊险故事还被改编成电影 美国太空总署从1961年 启动阿波罗探月计划 不过有最新研究发现 阿波罗计划的太空人 死于心脏或心血管疾病的比例异常的高 推测是宇宙辐射惹的祸 阿波罗计划已经过世的七名太空人 有三人死于心血管疾病 其中正包含阿姆斯状 比率高达43% 比起待在禁地轨道国际太空站的太空人 高出了5倍 阿波罗太空人是唯一脱离地球磁犬保护 破落在高强度宇宙辐射线的人类 怀疑宇宙辐射有害人类心脏和血管 这项健康隐忧可能为未来太空旅游或移民火星计划 带来变数 水灵丸编译 海洋界也有正义识者来看坐头鲸大战杀人鲸 坐头鲸大声的名叫白尾狠狠地申于骑 阻挡一群杀人鲸攻击年幼的小灰鲸 时间长达了六个小时 除了保护弱小鲸鱼 坐头鲸还被拍到把小海豹抱在腹部 不断地威吓想保餐一顿的杀人鲸 学者表示坐头鲸可能只是想保护家园 不是针对特定的小动物 被杀人鲸大军团团包围灰鲸母子四面楚歌 小灰鲸不断被往水里压 逆水千军一法之际 正义使者坐头鲸出现了 大声名叫白尾狠狠地申于骑 吓跑步步进逼的杀人鲸 虽然没能救回小灰鲸 但是缠斗六个小时 坐头鲸正义事件部救援对象还有他 坐头鲸冒出水面 把海豹涌入怀中 让它躺在肚子上 简直爱心大爆发 其实鲸鱼海豚它们的大脑的皮层 就是它们的这个皱褶 事实上比人类来得复杂 比起人类领长类 鲸豚还会看镜子有自己的语言 脑部皮层构造复杂 可能感情丰富 为什么不遗余力保护弱小 事实上它有可能只是一个共同在 共同在维护这个地方的安全 而不是只是单独特别为了保护这几只 保护家园可能性较大 因为海豹灰金宝宝都太小了 不太可能回报坐头鲸 甚至会摆尾巴说谢谢海洋界的绅士 坐头鲸当之无愧 记者现在寻意中台北采访不到 另外凶猛的老虎也会成为救人的超级英雄吗 网路上流传了一段影片 墨西哥有一名大型猫客的饲养员 正在帮狮子按摩 就在它不注意的时候 背后有一只花豹打算要加速扑向它 还好这个时候一只老虎冲了上来挡住花豹 才让饲养员察觉到状况免于危机 专家说其实在大型猫客动物当中 老虎相对温馴 再加上平常都是饲养员在照顾 老虎想救命报恩也是不可能 饲养员轻拍狮子按摩好悠哉 完全没察觉危机四伏 埋伏在后方的花豹伺机而动 猛然加速冲向饲养员 就在这惊险瞬间救星来了 再看一次猛虎奋力扑 虎抱缠斗 饲养员这才察觉异状连忙起身 拍打花豹给人凶猛印象的老虎 瞬间成了超级英雄 动物都是有灵性的 它跟你相处在一起 它把你当作一家人 专家分析同属大型猫客的狮虎豹 一般来说狮子最凶猛 花豹略显阴 三者之中老虎相对温馴 念在养育之恩 想救饲养员一命不无可能 但也别忘了攻击也是老虎本能 它一直蹲在那边 可能就激发了它一种野性出来了 它也是躲在一边 突然间跑出来挡住它 一个警觉的反应 到底老虎是救命英雄 还是攻击本能被激发 不得而知 就算是和动物们朝夕相处的饲养员 也得时时刻刻保持警觉 毕竟不管是被狮 虎豹 哪种大型猫科攻击 恐怕小命不保 记者 继续报道 如果是在野外遇到大型猫科动物的话 千万要记住不要背对着它们 美国猫科动物保护组织日前拍摄了一系列的影片 当饲养员背对像是老虎或是狮子的时候 它们就像是看到了美食 甚至会直接往饲养员飞扑 不过只要饲养员一回头 它们也会突然若无其事地掉头就走 原来这是猫科动物的本能 来看看是为什么 背对铁网蹲下来 后头老虎忽然窜出头 捏手捏脚慢慢靠近 直到饲养员一个move回头 老虎龟缩缩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 同样情况屡试不爽 饲养员背对蹲下绑鞋带 老虎从巨石上一跃飞扑 谁知道饲养员忽然一个回头 它只能紧急煞车掉头溜走 主角换成狮子也一样 统统对背影深深着迷 还会和饲养员玩起一二三木头人 那是一个本能也就是说 它们这种肉质性动物 它觉得就是说背对它的时候 是它可以攻击的时候 当我们跟它玩一背对它 它就冲过来咬你的腿 天赋让美国猫科动物保护组织 特别拍摄影片提醒 在野外千万别用你的美背和动物打招呼 不过我们实际到台北市立动物园 背对狮子逝世却发现 原来背只对野生动物吸引力叫足 捐养的受性低了些加上水泥墙 后食强化玻璃隔开你和我 狮子不为所动 只有同伴打闹时才攻击力十足 狮子是最凶狠的 它会跟你眼睛对视 它都是在一个安全距离内 也不会让游客受到伤害 动物园里背对拍照不用驾 但哪天到了野外不止猫科 犬科熊科也都有这种背影雷达 其实大眼瞪小眼也不能平安无事 但千万别背对更不要飞毛腿逃离 才能降低瞬间受性大发的机会 记者陈水泉过头要倒 黑猩猩的智商非常的高 竟然还会比手语吗 英国威尔斯山一处黑猩猩园区前 有黑猩猩看到了游客 竟然明确地指出了锁的位置 接着又指了门栓 在自己的掌心画圈圈 就像是要叫人帮他把螺丝松开开门 游客笑笑地跟着模仿 结果猩猩发现人类沟通无效 双手交叠 表情好难 敲敲玻璃门 好像黑猩猩才是老大对着人类说 嘿 跟我来 只见这一只黑猩猩表情凝重 直指玻璃门框旁的门栓 食指交扣是以他被锁住了 接着竟然掌心画圈 像是要把螺丝松开的意思 游客不敢相信自己 竟然透过手语正在跟黑猩猩对话 只能笑笑跟着模仿 倒是黑猩猩看人类实在交不会 双手交叠 索性不交了 表情满是无奈 如此有灵性的互动过程 全被拍下 光有惊呼但专家却很淡定 像我们讲东西就很容易带手势 所以这也是黑猩猩的肢体语言 那在欧美其实有一些研究单位 是利用这个方式去跟黑猩猩做沟通 黑猩猩和大猩猩 因为基因与人类接近思维与表达方式 也类似 事实上却是有研究人员 透过教导手语与动物沟通的例子 尤其黑猩猩更被发现具有创造力 和语言能力 智商能达到人类的五岁 图选它们可能有创造力跟文化 因为它们会自己发展出它们 属于它们自己的技能 Go Go 不少电影以黑猩猩智商发展 胜过人类当题材 如今又有网友在动物园被要求 帮忙越狱 更让人印象深刻 记者先为干人帝台北採访不到 说到蝙蝠 大家都知道它是唯一能飞的哺乳类 但是您可能不知道 其实它可是海陆空三期 网路上风传蝙蝙蝠游泳的影片 蝙蝠在水面上优雅地游着蝶式 让网友笑说难道天气太热 得古拉跑去游泳度假了吗 其实蝙蝠只要拍打翅膀 就能够滑水 再加上它宽大的翼膜 就像是脚脯一样 让它成了游泳健将 我游 我卖力游 这蝙蝠张开双臂打水 后脚奋力凳 蝶式游得下下叫 不同意望吊挂洞穴 这回蝙蝠变身游泳健将 天上飞 树上爬 还能帮植物受粉 或是吃掉害虫 飞天遁地都不稀奇 但难得它一改阴森形象泡在水里 让网友笑说 难道是天热 像消暑得古拉度假去了吗 大部分都应该是意外事件掉入的 然后就很集结去游泳 然后想要逃到陆地上这样子 原来它一点也不悠闲 因为水中危机四伏 就怕鳄鱼大嘴一张 蝙蝠小命不保 想自救只能拼命游向岸边 好在身为唯一会飞的哺乳类 会拍打翅膀 打水就难不倒它 再加上宽大的翼膜 就像脚鱼一样 能增加浮力 就能浮在水面 虽然很会游泳 但这一泡水 可是让它很头痛 蝙蝠它也是有毛的动物 所以它身上沾了水以后 身体湿了很重 它没有办法去飞行 有一些动物会把它拉到水里面 然后把它淹死 再去掠吃它 别看它帅气泳姿 其实它只想奋力游上岸 等全山毛风干再展翅飞 尽管不喜欢游泳 但能够陆海空三期 还是让人责得撑奇 谢谢视频 徐时冬 偷导 台湾大学透过实验卫星观测 发现陆地就像是海绵一样 可以减缓海平面上升的速度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发现科学 海平面上升速度减缓 竟然是陆地立大功了 台湾大学跟美国NASA的科学家合作 透过实验卫星观测到 陆地就像是海绵一样 把水暂时锁住 不会往海里流 十年下来 水量可观 大约等同8000个石门水库的蓄水量 尤其是在澳洲 还有非洲南部 储存的水量最多 也因此减缓了海平面上升速度 这项研究成果 也登上了国际知名的科学期刊 全球暖化 冰川失去原貌 海平面逐年上升 岌岌可危的陆地又旧了 救星就是陆地本身 台大跟NASA科学家 发现陆地好像一块大海绵 空着水不往海里流 量还不算少 十年来达到8000个石门水库的聚水量 空中的大棒秤 然后再测量地球各地 每个月跟月之间或年跟年之间 它的重量的变化 地球陆地上的水 现在到底在哪些地方 两颗实验卫星像是棒秤一样 测量水循环改变 海平面上升幅度 过去20年间明显减少了20% 研究成果也登上知名国际期刊Science 暂时的留在路上 会花多久时间 再透过大气循环再回到海里面呢 是我们后来要再继续研究的 看看地图上流住最多水的地方 在澳洲和非洲的南部 陆地一片蓝 这里河流系统封闭 水先从内陆河进到土壤 变成地下水 最后一站才流往大海 陆地化身海绵 暂时拉慢海平面上升速度 最终还是得从降低暖化座 人类才能保护地球 记者西安全建国台北采访不到 看到别人受伤 会不自觉好像同一个部位也感到疼痛 这是为什么呢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发现科学 您有没有过同样的经验呢 看到别人受伤会不自觉的 好像自己同一个部位也感到疼痛 有网友做了一个实验 拿一只假手放在实验对象的眼前 同时触摸假手跟他的手 接着突然拿一把叉子刺向假手 结果实验对象就大动作 把自己的手抽了回来 像是自己被攻击一样 医师解释 这是因为我们脑中的镜像神经元 会自动模仿 重现接收到的动作还有情绪 简单来说就是大脑又被眼睛给骗了 叉子明明刺向假手 但这位大哥却慌张地把自己的手收回来 网友做实验大脑竟然又被骗 用纸板挡住视线遮住左手 接着同时触摸那只假手跟真人的手 才几秒钟眼睛看到的 跟皮肤感觉到的讯息结合 脑袋错乱产生错觉 每个人能够动作都是因为大脑中 运动中枢发出讯号 视觉看到肢体的动作 然后再加上本体感觉三个要素组成 然而视觉反射却常常被干扰 其中就是因为我们分散在大脑掌管运动的 所有区块当中有着镜像神经元 发挥着模仿重现动作与情绪的作用 会让我们不自觉地以为正在经历所见到的动作 我好的这一手我去训练它 那透过镜像神经元的那个操控的活化 会不会对于我们探案这一手 也是有一个好处这样 看到的东西与真正的行为产生混淆 实验连攻击假手也以为自己要受伤 眼睛苹果大脑运作也让人大呼惊奇 继续相关人帝台北采访不到 感谢您的收看探索科学新知体验生活科学 也请您继续锁定发现科学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